大家好,我是Midi哥 歡迎來到Ableton Street教學的第四集 今天我會和大家看看Section View 如何運行播放 如何設定版面的速度 包括一個個方格的聲音如何運作 還有運音、延避錄片 我們事不宜遲 歡迎來到Ableton Live的介面 現在按Tack鍵就可以來回Section View和Arrangement View 今天我會說一下Section View 首先,上次說明如何叫出來 也可以在View上按Help View 現在我們來到介面,很簡單 來到Section View 第一件事是設定版面 我先按最原始的Tempo 180 很快 按Play鍵就會播放 你看到 然後呢 綠色燈的燈都會播放 只要你按Space 或者按這裡也可以 另外呢,有一件特色就是 其實我們呢 按Space就永遠由頭可以播放 但是如果按Shift Space 停了它的話 就會在停可以播放 按Space就會由頭來播放 你看到是69 我設定了69 Shift Space OK 就是這樣 所以你習慣用Space和Shift Space 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這裡就是Z速度 180 如果我設定為82 這樣就變得很慢 OK 也可以再按摩 用Tab 按兩下 來Z速度 1110.39 可以看到 2.9 大家看看 就會慢很多 好 那接下來說一下其他 這兩個我不說 因為暫時暫時用不到 这里是几个部分,可以调整3-4 当你设计3-4,你会听到拍子机在响3-4拍 即是第一下音会不同 当然我们调整4-4,先调整4-4 Ctrl-C回头 这里有一个按键,开了就会拍子机关闭了 开一开 按 play 键永远会播出绿色的 譬如说 save 按 play 键永远会播出绿色的 按键永远会播出绿色的 但是,你会看到,它全部都亮开了 即是一拍,全部都会亮开 如果你想全部都没有 按键永远会播出绿色的 按键永远会播出绿色的 然后,你会播出绿色的 現在沒用了,按一下就有用了 看到沒有?就是這樣 剛才沒有聲音呢?因為我開始設定了沒有聲音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逐個按鈕去玩很麻煩 不用怕,在這裏可以一次過玩完 這樣就會整個行動和你玩了 非常方便 空間就會停 如果我想只停止其中一個 按回那項下面的空間就可以了 好 非常直觀 除了這部分之外 這裏還有一個 現在是Lun 如果你現場表演通常是Lun 但你也可以設定一個Bar 對,按完這個 之後會一個小節才會播 對,會一個小節才會播 那就有點不同 對,和立即播放的分別 對,或者兩個Bar 那你見到如果我設定兩個Bar 它會斬一下斬一下 即是它還沒開始播 但是如果 斬完才會開始播 大家留意一下 在這裏就可以設定 你按個按鈕是即時播 Lun就是即時播 一個Bar就是一個Bar 之後播 對了,我這裏有聲音了 至少大家可以知道一下介面 其實這裏還可以設定一個速度 你看到180BPM 95BPM 44BPM 就是那個速度 第一波就是那個速度 我自己save了 OK 那跟這裏是雙混合的 那你也可以設定 8 8 2 但是你按這裏 會變回95 所以很方便 OK 8 2 對了 一按這裏又還原 彈出彈入打我 對了 就是這樣 好,大家知道這個介面怎樣做 就好了 OK 除此之外 大家也可以在這裏 調整一些不同的聲音 對了 對了 譬如說 這個是大小聲 對了 我現在 呃 按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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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大小聲 好 好 好 開啟 好 好 就開啟 那這個是什麼來 左 右 聲道 現在是 右聲道 現在是 右聲道 右聲道 向左 左聲道 如果你們有 耳機的話 就會發現他就是右邊 左邊 這樣就會去左邊 相信大家錄開音的朋友都會知道什麼了 那 Solo 因為只有一個聲軌 有S就是Solo 那我現在試一下 這樣 對了 按S就只有這個軌 對 按一下 按一下 S就會播完 明白了 很清晰的功能 好 還有 你看到這裡有 Send AB 那AB是什麼呢 現在A 是Reverb 是Delay 那 我現在A Reverb是這麼多 如果我把Reverb和Delay都關掉 那就很激乾了 但是如果我把A開到盡 它就會有回音 是不是好像一間大房 這個就是Reverb 那你也可以在那裡 Send Reverb的Amount 如果這裏設定到0 你這裏調整幾大都沒有 因為A channel沒有 OK 那 下一步呢 就是設定Delay 那大家聽一下Delay Delay 一般就不要太多 所以Delay No more 是對的 那我們開一下Delay 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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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ay都多到你不知道多少 如何D 就是聽得不清楚 那關掉 那關掉一段 沒有Delay OK 那我留意一下 這些太多Delay了 很明顯 那音樂都會聽不到 那我Ctrl CC兩下 就回到原本的設定 對了 那ReverbDelay 大家都明白 那最後呢 就是這裏 有13行 那 其實呢 呃 那我現在試一下Delay 它先 那你這樣按Shift 然後Hightlight 就可以了 OK 那等大家清晰一點 那其實呢 可以右鍵 Insert Audio Track 還有Insert MIDI Track 還有Insert MIDI Track 是的 那Audio Track 就是錄音用 那MIDI呢 你可以JACK一些聲音 就可以了 就這樣有些現成就可以了 對 那譬如說 在這裏 一個MIDI Track 你可以輸入了 那看看你需要是MIDI還是Audio 也可以Insert一個Return Track 那Return Track 你就可以 放一些不同的Effect 那看大家需要 要不要Return Track OK 好了 然後Insert Scene 什麼叫Insert Scenes 其實呢 就是加多一行 現在這個Play 其實呢 我已經足夠了 但是如果大家需要 可以 再加下去 無限加下去 都可以 對 那所以呢 大家就看回 自己需要了 OK 我的袋子 掉了 不知道什麼事 哈哈 繼續 Capture & Insert Sense 還有呢 其實大家也可以在這裏 上面設定顏色 譬如說 紫色 那設定顏色有什麼用呢 它是幫大家分類的 OK 也可以做一個grouping 譬如說 Shift 三個 OK 然後 然後 看看 看看 對了 group checks 一時忘記了 group checks 就group了 可以收起來 又可以學會出來 非常方便 所以Session View 這個功能非常強大的 如果大家想繼續聽我的 Ableton's Week Live 教學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定期更新 多謝各位 拜拜